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0月14号14时 南州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达到160米 这标志的南州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具备了通水条件 本人下旬将正式向北方供水 汇集河南 河北 天津 北京四地 有望让沿线百姓告别高福水和苦咸水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点 广东省登革热入侵 老百姓谈门碎变 登革热疫情如何 又该如何防治 头痛啊 不想吃东西啊 更怕了 同他睡觉以后有个问题在房里面 有他也有我 好 广播之后欢迎回来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广东的登革热 根据广东省卫生机身委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10月15号 今年广东省累计报告登革热病例超过了3万例 这大大超过往年的病例数 那么今年的情况为什么会如此的严峻 普通人 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村民们该如何预防登革热呢 所在的位置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而这里呢也是登革热病人收治的一个定点医院 据我们现在了解 医院现在的病房基本上是都已经住满了登革热的一个病人 现在大约有200多个登革热病人在这里接受治疗 从湖南到广东来打工的小刘 就不小心患上了登革热 现在在医院已经住院三天了 那么他是怎么患上登革热的呢 刚开始家里都以为只是平常的感冒 只要打针吃药就好了 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小刘到附近的诊所打了几天之后 依然没有好转 这才觉得不太对劲 在佛山市黄崎医院住院的小曹也是一样 最初发热的时候以为只是轻微的感冒 发热了之后呢 我就过来看以后全身都无力 肌肉疼痛啊 头痛啊 还有那个身上脚上都出了急诊 一般来说医院建议一些症状较轻的患者居家隔离 而病情相对严重的病人就要在医院进行隔离治疗了 我现在是在医院的病房里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病床上都会配有一个这样的蚊罩 而这个蚊罩呢也是隔离的一种措施 通过这个蚊罩可以防止那个蚊虫再次叮咬这个登革热的病人 然后再传染给其他人 据了解 今年登革热的感染者分布范围较广 城市与农村居民分布相对均匀 但是农村地区因为卫生环境相对较差 居民的防范意识较弱 更容易滋生蚊虫 也成为了预防登革热的重中之重 佛山市南海区的冯彦桃就在九月份患上了登革热 现在已经痊愈了 工作人员会定期到他家里去检查他家里的卫生环境 哎呀我看过去是暂时还看不到有那个蚊子的幼虫啊 可是如果这个水体有不放药或者不放鱼的话 你过几天的话有可能会长出那个幼虫出来的了 最好最好吃最好吃就是把水放多一点 放点小鱼进去 冯彦桃告诉我们 以前登革热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 所以也不太关注 痊愈之后家里就开始用上各种灭纹工具 全方位灭纹 不害怕我们就出钱来买这个焖瓶来 温香啊 来有腰啊我都有 后来懂得这样的事 又要渣渣的屋都要动口嘛 你看来 随便呢 一喷喷 哪里喷喷 其实广东省的登革热疫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每年九十月份 这个地区都会爆发小规模的登革热疫情 这是今年尤其严重 有消息称 今年的疫情是二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那么今年登革热疫情为什么会如此严峻呢 登革热今年因为受到东南亚疫情的影响 还有可能气候的一些特殊原因 今年的登革热的疫情比往年都有 这个流行强度都强于往年 早期的病例都是输入性病例 比如在一些东南亚国家 有回来感染之后 在本地发病的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 天气呢 逐渐转凉了 蚊子的活动也会相对减少 疫情也得到控制 再加上大规模的灭蚊 那现在呢 在医院排查诊断的患者数量都在下降 但是登革热会因此而彻底消失吗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传染病 通常由在白天叮咬人的埃及一蚊和白蚊一蚊传播 那么什么样的蚊子就是白蚊一蚊和埃及一蚊呢 那我们传播登革热的就是这两种 那这个埃及蚊它我们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它的胸背部 中间有两条直线 外面有一个括号的一个白色的蚊蚊 这个蚊子它是胸背部是有一条白色的 好像见一样的一个花蚊 也就是说只有这两种蚊子才能传播登革热 而且这两种蚊子喜欢在白天出来活动 一般下午四点到七点是他们吸血的时间 因此要消灭登革热就得消灭这些蚊子 那么怎么才能消灭蚊子呢 长卵以后这个一定要有水 它这个卵才能够孵化成幼虫 幼虫过几天以后才能够再化有 两三天后它才化成虫 所以它生活周期实际上一大半 一三天 甚至三是在水里面的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水倒掉 没有水了 那么它就不会有 以化成成温来拎咬人来传播疾病 所以没有水就没有蚊子 没有蚊子就没有登革热 将蚊子的滋生地彻底清理 登革热的疫情也会随之得到控制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 蚊子活动也会减少 登革热疫情也会随之得到抑制 但是这并不代表登革热就会彻底消失 因为成虫在产卵时 会把登革热病毒传递给下一代 这个产卵藏下来了 它没有水了 或者是气候变冷了 它这个卵它就停止发育 我们叫做治疑 等到它过了冬 以水又有水了 然后气候也合适了 它这个卵又可以重新发育 以复发发育成幼虫 所以登革热有可能通过卵 把病毒留到下一年 因此预防登革热 就得同时将这些蚊子的卵消灭 那么对于农村地区 要如何消灭虫卵 预防登革热呢 我们最近刚好做到一个调查 就是说农村的滋生地 有最主要是一些咸子的陶瓷罐 还有那些我们咸菜缸 这些陶瓷缸之类的 是最多我们大概40%左右 那还有我们一大部分是我们的储水 储水缸 储水池或者储水桶 农村地区要预防登革热 就得把这些蚊虫容易滋生的地方处理干净 因为登革热的爆发 许多花露水也成为了畅销产品 防止登革热 我们平常所用的花露水 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再好的趋温露也好 或者是什么趋温产品也好 它都是有一定的保护时间 有效的保护时间 也是6到8个小时最多 这个产品应该是买那些 有农药登记证的 就是说真正的说 趋温效果的一个产品 因此作为个人保护 花露水对于漆蚊防蚊具有一点作用 但是真正预防登革热 最主要的还是要将蚊子的滋生地彻底清除 下节预告 要强大 你首先粮食不能减击 强大的起来 你伟大的福星 伟大的福星的起来 又是一年秋收时 杂交水稻之父人龙平眼中的秋收 是什么样子的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为您重现 今天是第34个世界粮食日 那么今年世界粮食的主题定为 家庭农业 供养世界 关爱地球 那么什么是家庭农业 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一家老少 都为自己的农田在忙活 那这样一个农业家庭主体 正在全球粮食生产当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是目前很多重粮农户家庭 却面临着储粮损耗多浪费大的难题 那么这个难题究竟有多难 损耗又会有多大呢 像这样露天亮晒 新稻谷的场景在农村非常普遍 可是如果赶上雨季 对种植户来说 可能就是一场劫难 先收过的水稻 由于水分足 温度适宜时 极易发芽 如果晾晒不及时 一天就可以长三厘米左右的根须和新芽 存放的时间越长 损失的也就越多 王定淳家里总共种了五亩早稻 原本预计可以收个两三千斤稻谷 现在刨序没变发芽的也就没剩多少了 算下来 他们家这一季早稻的收益 是连种植成本也抵不上了 现在这个农户储粮环节的损失呢 有相当一部分 是在收获之后和交粮之前这一阶段 地趴粮是一种形式 再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大量的高水分粮 近几年 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 一些种植户种的粮食多了 对稻谷的烘干需求也随之增加 以湖南宁乡县为例 水稻种植面积大约90万亩 面积超过50亩的重粮大户有3000多户 抢农时的季节 对粮食烘干的需求就集中体现了 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通往的营业 不去机外的话 今天可能就是600多的车 也过来用风干的 这恐惧是不能满足的 你看现在我们的风干机已经满了 为了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国家早已将烘干机配套设备设施 列入农机构式补贴范围 一台日烘干能力10到15吨的小型烘干机 大约在12到20万元之间 国家补贴2万多元 即便这样 10多万元的设备投入 对于普通种植库而言也难以承受 算上小型烘干塔 目前整个宁乡县的烘干能力 也就在10%左右 一般水稻仓储的安全水分在12%左右 而刚收获的稻谷含水普遍在30%到40% 水分含量越高越不易储存 烘干成本也就越高 所以现在我们要积极的推进 粮食烘干的工程 现在农户做的是相对来说困难比较大 一般是通过收纳企业来做 比如说我收出点 我建个烘干塔 在1500公里以外的云南洪河州 这里的粮食种植户在收获的季节 不仅面临着雨天晾晒收获不及时的发芽霉变损失 还要默默承受着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威胁 这种威胁是什么呢 这里还可以看得见这个老鼠是那么多 今天上干净明天就有了 李政府说这里的老鼠防不胜防 即使放了几个捕熟器也没能减少多少老鼠的威胁 老鼠吃得这么干净 我们用人杆也没那么精致的干净 铺在地上晾晒的稻谷被老鼠吃得七零八落 挂在绳子上的玉米也已经被老鼠啃得一万一不少 即使是已经收到口袋装进木箱的粮食也没能庆免 我们就没有办法捕捉 怎么看出这老鼠吃的呢 它自己会崩皮像我们人吃瓜子一样的 人没有米了 女生没有米了 就是哭了 根据国家粮食局初步调查数据 近年来我国农户家庭储存的粮食 约占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0% 大约每年5000一斤 这么多粮食存在千家万户的小粮仓里 一年中无形的损失有多少呢 可以说三倍之一被它坑出了 个人损失个百八十斤 他认为不是个事 但是从总量上说 这么加起来以后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据国家粮食局最新统计数字 由于农户储粮装具简陋 保管技术水平低 受鼠害 虫害和煤变等因素的影响 造成的粮食损失率约为8% 核算下来农户每年储粮环节损失 约400亿斤 在耕地紧张 种植成本高的当下 怎么存好粮就显得十分迫切 小粮仓的总价是套价是450块钱 农户自扯百分之四十 四十大概就是170块钱 每一年就可以我们农户减少 差开始150多斤的这个损耗 据统计 云南农户在储存环节的损失 在10%以上 粮食产后损失数量 要远远高于全国8%的水平 因此科学小粮仓 在云南等西部地区推广 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需求旺盛 它呢 养子养不到这个粮仓 2007年起 国家粮食局通过实施 农户科学储粮专项 每全国26个省 配置了677万套 新型储粮装具 每年填勺储粮损失85万吨 相当于32万亩土地的粮食产量 秋收大盘点 2014秋收 聚江三农 为您出现 现在正是秋收的季节 除了埋头耕作一年的农民在忙活 其实还有很多在背后悄悄地关注这场丰收的人们 他们为了这场丰收 也许已经在实验室 在实验田里埋头多年 甚至是一辈子了 那从今天起啊 我们栏目将陆续推出 名家说秋收系列节目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些为粮食生产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们 他们眼中的秋收 今天呢 让我们先走进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袁隆平 杂交水稻之父 他的杂交水稻技术 已经被推广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 七千多万亩土地 将亚洲水稻的产量由亩产三百公斤 提高到九百公斤以上 2014年提名 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为解决亚洲的粮食短缺问题 做出突出贡献 目前 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 在我国种植面积 已达近两亿五千亩 今年首次实现超级道母产 突破千公斤 每个中国人 对秋收 都有自己 深藏着的情怀 记忆 我国的粮食连年丰收 饥饿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讲 已经很遥远了 而对袁隆平 这一代人来说 饥饿 却是刻骨的记忆 用他的话说 他一辈子都在研究 怎么能够让地里 多长几颗粮食 三年困难时期 这个饥荒时代 那个粮食最有性 天天过肚子 吃不饱饭 那真是很苦的 离底下辛苦 年轻人 他不知道这个粮食 我们现在为了 每个真产 五公斤 四斤 放了九六二 要强大 你首先粮食不能改静 你强大得起来 你伟大的福星 伟大的福星 起来 福星不起来 信念 如今 随着我国粮食的连年增产 秋收 几乎已经成为了丰收的象征 那么 在袁隆平看来 我们怎样才能一路丰收呢 我想要把粮食 牢牢把自己手里面上 这个有几条 第一个 这个是把一摩红线 不能突破 第二个 政府的贿荣政策 强荣政策 还要加大密度 还不够 你贪量高也好 不意味三十万钱 贪量跌也不意味 不正的 跑方的也不 这个不对 方才改变 应该是我的意义 你量来补贴 你产量越高 我补贴的力度 应该是这样 不是以填膜为依据 是不是 这个要改进 要加大密度 还加大密度 每一年呢 都是加了几分钱 几分钱 几毛钱 还有一个 第三条 靠科技进步 这是个根本的 第一生产力 对这方面的钱 也是很大的 我是有信心的 那袁隆平院士 为我国乃至世界 粮食生产 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告诉我们 他的目标 是在湖南 水稻能够突破 亩产1500公斤 要用最少的土地 养活最多的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 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 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既农事网 官方微博 微信 提供和我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